今天開箱這個 DJI Myer 它這個是磁吸式的 你看到一放上這個盒子它就自己充電了 Evan去到這麼遠 現在真的很遠 我怕我的相機被人偷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屎萊姆 歡迎收看屎萊姆的三次元 看到這個設定就知道我們今天回來是開箱 今天開箱這個 DJI Myer DJI這個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的了 它之前做很多行拍機,做很多穩定器 那之前拍片講過,拍片最重要的幾件事 第一件事除了相機之外 第二件事一定是咪的 以前我們會用機頭咪,一個指向性的咪 現在科技越來越進步 我們開始用這些Clip咪,是無線咪 就算你是沒有拍片,不懂拍片也好 你總會看到很多人夾著這件事的胸口 這一支就叫Rogue Wildness Go 2 是一支很好用的無線咪 競賽是甚麼呢? 一拖二,兩個人的時候 我夾一支,他又夾一支 就算我來到相機很遠也好 我的收音也是非常清晰的 不會收了很多環境的雜音 一些我不喜歡,也不想聽到的聲音 所以就算現在相機來我大概一米的位置 甚至 更加遠也好 我們的收音也是沒有影響的 那它對到有甚麼優點和缺點呢 那我稍後再說,今天我們主力回到這個 哇,DJI咪上面 那其實它算不算新產品都伸了一陣子 那只不過香港一直都沒甚麼貨 非常之難買 那這個我都不是買的 我只是問代理借回來拍片而已 因為這支咪我之前是非常感興趣的 那為甚麼我選了Rogue沒有DJI咪呢? 那就是純粹因為我買的時候還沒出 好啦,我們開箱看看這隻 爽 這個盒子,裡面應該是裝的 原來它有一個袋子 好,這個是有那個毛毛球 那這個其實是重要的 雖然防不了台風 但是它也有一個非常好的 防一些細風的功效 不會嗨嗨聲的 但是室內通常我們都免費弄那個毛毛上去 因為Rogue也有那個毛毛 那我就可以在這裡開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Rogue那個毛毛了 那這個挺好用的 一轉就上實在這裡上面了 但是多了一塊東西就沒那麼漂亮 然後始終夾著它是胸口側毛 那這個袋裡面還有一條充電線的 那就是Type A to Type C OK,來到咪的半體部分 非常的色,小顆 其實真的挺帥的 那它自己應該本身也是一個充電盒來的 那這個盒其實也有一點重量 我猜它裡面應該有帶電池 那這個打開,它就亮燈了 那它有一個好處的就是它這個是磁吸式的 那你看到,一放上它這個盒,它就自己充電了 那有時啦,你出去拍攝,你真的好怕好怕 不夠電的時候呢 就是放回盒裡,它就會充電了 而這裡顯示十幾個小時的 那就算打個八折都好啦 那十幾個小時其實都很長的啦 而本身這個充電盒呢 它都有2800mAh的 那其實呢應該都非常夠用的啦 萬一你真的這麼大隻 要用著這個無線咪這麼久呢 都不要緊要,就加資料袋咯 那這個盒可以說是完全針對了Rogue的缺點 因為它本身買回來的時候 就是只有這個袋子的 那這個袋子算叫做挺好用啦 因為它輕身 還有夠放三支咪,還有少許雜物的 那但不是喔,DJ,有盒喔 那當然啦,其實有些副廠都會推出了Rogue 專用的一些充電盒的 那我自己呢,都有買一個 那你看到的尺寸上呢,真的差很遠 這個是這麼小,這個是這麼大 那而這個呢,就可以讓你這樣插進去啦 那也是充電的 那這些呢,就是副廠出的啦 其實都不便宜的,都要二三百元這個盒子 那但是,有時它就不太可靠 那有一次三個同時放進去充電的時候呢 有一隻零零射射,沒有那麼多電 感覺上呢,充完一個才到另一個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如果你真的想用呢,都不錯啦 它可以插好那個Receiver啦,兩支咪啦 還有那條紅色那個,插上機的那條線呢 都可以放進去,然後關掉 這樣一盒子打出去的 好啦,回到我們DGI這個盒子啦 那有什麼好有什麼不好呢 那它就是小啦,磁吸啦 然後一放進去就充電啦 那但是呢,有一件事不好的 就是原來它這個夾 那這個呢,就是相機的熱蝦夾來的 那這個夾呢,有一個不好的地方 就是都幾容易爛下的 那如果你粗暴使用的話呢,就要看路了 那這個夾到底為什麼要拆下來呢 就是應該方便讓你放進去DGI其他產品上面 那現在這個呢,就是放進去之後呢 你可以放進去相機的熱蝦位那裡 就是相機的這個位置 插下去,非常穩陣啊 那另外盒子那裡呢,還有兩個插頭在這裡的 那一個呢,就是Type-C 一個是Lightning 那就是這個位置呢,可以換了 這裡,插下去,哇! 那這個呢,就是Android啦 那這個呢,就是iPhone啦 劫心 那問題出現了,3.5那條線呢? 哈哈哈哈 那我上網看回規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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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倒閉了,不要緊! 不影響我們今天的測試 這個呢,就是它的麥克風的介面 那非常清晰地,有了電量啊,收訊號好不好啊 音量等等的 那這個是觸規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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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用這個來監光了 那這就是3.5V的電腦,可以給你降機 而這這邊呢,就是type-c充電和開關鍵 它操控上都尚算做合規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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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因為它有一層層層層層,而很難做些操作 那這個是有所好,有些人喜歡實體鍵,有些人不喜歡 這個重要了,立體聲 那這個代表什麽呢? 還有有時可以分開如果兩個人用兩支咪的時候 你就可以一個用左邊聲道一個右邊聲道 因為兩個人說話的音量可能不同 後期再調音大小聲就方便很多了 另外還有一個單聲道 把兩支咪的聲音推落到一個Soundtrack 另外還有一個安全音軌 應該就是防爆咪的時候用的 對我 因為我經常都爆咪 它的功能基本上是豐富也完整 我想說有件事頗印象的就是打開蓋 對 基本上它已經是Ready開始用的狀態 插進身上 其實可以立即使用 WOW 當然你想手動關機也是可以的 因為它有關機的按鈕 好 我們看看我們的咪 這裡有一個Pairing的按鈕 它有內錄的功能 萬一相機操作不到 或者有時距離真的超級遠的時候 就是你按了這個按鈕 紅色燈亮著也代表它已經在錄音 這個真的很方便 前面這個位置就是收音的部分 還有這裡的孔就是給你插上那些Lavi咪的 通常買的咪都不會跟著那些Lavi咪給你的 就是這些所謂的咪仔 就是這樣插下來 接著這支咪就可以放在褲袋 或者夾在其他地方 然後這支咪就捐捐捐捐捐捐捐上來的衣� 那就沒有明顯了 另外還有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功能 就是這個磁石 這個磁石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 就是因為它是可以把這個磁在衣櫃上 其實每個人都有衣櫃的 夾在衣櫃就行了 為什麼還要另外一個磁石 就是浪居呢 其實不是的 因為這些咪其實最佳的收音距離 是要低一點的這個位置 如果你這裡收的 收的聲音相對沒有那麼漂亮 還有現在很多女生的衣服 都是沒有衣服漂亮的嘛 穿著小背心這樣又沒得夾 如果你真的找不到地方夾的時候 就可以用磁石黏著 一個最佳的收音距離 自己調教最適合自己 那我呢 知道了DJI有這個功能之後 我就上網找到Rode有沒有出一些部分可以用呢 那我上網找過的 都整百多元一顆 一顆磁石 為什麼百多元這麼貴 我想過自己改裝 遲考自己改 那基本功能已經講完啦 接下來就是實測這支咪的部分 好啦 那我現在換了DJI咪來做一個測試 那我剛才做一個setting的時候 我發覺呢 它的聲音相對地 會比我的Rode的聲音 是小一點的 那我另外自己要做一個調整 那我現在就左右聲道這樣開了 這支咪有左聲道的 大家可以如果戴耳機可以輕輕感覺一下 左聲道 這個是右聲道 那一件我覺得很驚訝的 那就是原來它呢 開機關機都有一個震動 那麼小的咪 你還要做震動功能 會不會太誇張呢 那還有在Receiver那個位置 都可以單獨地關摸那支咪的 那就是非常方便 我們攝影師去控制 有支咪可能我走遠了 我不需要收那支咪的聲音 那我就手動關掉它 那我需要回來的時候 又可以手動開 那我不需要特地走過去 夾咪的那個人身上 去手動關掉它了 那我的功能呢 都真的非常貼心 當然了 這咪拍攝 我們不可以單是室內試了 出界 好 這個時間最好是出去吃個早餐 不知是否呢 現在年紀真的大了的關係 我覺得現在一個 一個自己喜歡的早餐 是一個非常之好 開啟一天的方法 知道大家是否喜歡 這一間茶餐廳是以前呢 Youtuber的時候呢 經常都會來的 通頂完之後就會下來吃飯 這間的早餐是很不錯的 特別是一個叫做 鮮豬仔肉碎龍湯通粉 那通常我會轉臉啊 肥仔啊 我想說這個早餐真的超級豐富 大家放心 平時我不是吃得那麼豐富 因為拍片 而且都很久沒來這裡吃 不用擔心 平時是吃得健康這麼多的 嘩 它這個番茄濃湯很好吃 這個其實不是明天湯 是番茄薯仔湯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這個配搭是很棒的 加了5元那塊雞跑啊 沒理由不加而已 很厚肉啊 看吧 很強 現在最喜歡試試 平時拍Vlog時會用到的設定 那試一下這支麥克風到底是否OK 那有件事是挺刺激的 就是我現在看到這支麥克風的距離是 看得到聲音流動呢 你會覺得很安心 你知道自己是收音音 還有你看得到 會不會爆麥克風 或者不夠聲音的情況 這個是我預想不到的安心 因為我猜不到我會看得到螢幕上面的東西 好 趕快吃完我做餐 出去外面試麥克風 這個無視麥克風就是有這個好處 就是我無論多近多遠都好 收音也是這麼清楚 可以跑著去 但是背著呢 現在沒有任何阻擋的情況去到很遠的 這個距離可以說是小到你應該幾乎看不到 但是收音仍然是很清楚的 但是這個當然是面對面的情況啦 就是我這個麥克風和收音是沒有任何阻隔的情況 但是假如我背對著呢 那收音應該會差一點的 現在應該不知道是否收到 已經 因為我在網上的評測去到20米左右就收不到的了 不過不要緊要 因為它有一個內置錄音的功能 那我只要打開它 內置錄音開了呢 那就算我掉了的連結都不要緊 因為我靠我本身的麥克風就有一個收音在的 那Avon去到這麼遠 現在真的很遠了 我怕很想被人偷了 再遠一點 就算我手機收不到 我這支麥克風也收到的 那我想說一件事我很不習慣的 就是我忘記了剛才我用一顆磁石貼在衣服上面 那我打算拿一支麥克風出來按鍵 按完之後呢 我忘記了用的磁石 然後我就這樣就夾回到這裏 那一顆磁石掉了在不知哪裏 我差點就不見了它 好在它掉了我的鞋子上面 不見了就糟糕了 因為又要配上 這個可以說它的優點也是小小的缺點 你要記得自己用的磁石 另外不是說還有一個防風高的毛毛呢 這一塊東西 那現在風不大 基本上我也不需要用它 用它的時候都非常簡單 就這樣在麥克風的位置轉一轉 那就可以上鎖了 跟Rogo一樣 那但是 那顆毛面面有一點太出眾 作為一個黑色的麥克風 它竟然不是一個黑色的毛毛 而是一個灰色的 眼睛的毛毛 是有一點點尷尬的 那試完一段時間之後 我都真的覺得這支麥克風是非常之不錯 而我都挺推薦的 那我自己就整理了個表的比較 那就是這支Roundless Go 2 和DJI麥克風的功能上的對比 那價錢上其實不是差太遠的情況下 我自己就個人會比較推薦DJI麥克風的 甚至這一刻我有點想轉會 我想賣掉這支Roundless Go 2 轉會的原因就是因為我本身有用Action 2 那Action 2如果搭上你的麥克風 瘦地放下去 是真的非常方便的 這個是令我最心動的原因 而且它也很方便地 手機也用到 這個又吸引 因為我的確上有時候用手機拍片 所以沒有什麼 不要特別開箱了 因為開完箱自己想買 真的搞不定 那有件事要談的 就是這個收納袋 其實是放不到這個盒的 很明顯 但是本身我有一條3.5的線 我又放不下這個盒 那就尷尬了 變成我越來越多大 要不呢 3.5的線另外放 稍微美中不足的一件事 都OK的 影響不是真的去到非常之大 因為它的確上 是真的足夠小和輕便的 好啦 今天的開箱介紹到這裡 喜歡的朋友記得like 留言和訂閱 按個小鈴鐺 下次再看 拜拜 各位